哈喽 大家好 欢迎回来 这里是安东医匠 然后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呢 是关于轩宜的一个仿妆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创造101》 反正我周围的小伙伴都追得飞起 然后我身边的小伙伴 都是很喜欢很喜欢轩宜的 所以今天呢也就给大家带来一个 轩宜的仿妆 而这次仿妆呢 是仿妆不仿脸好吧 毕竟就是从脸型还有到各个方面 我跟轩宜都不是很像 今天要仿的妆容呢是 轩宜在第一次公演中的那个造型 就这个样子吧 如果你对这些视频感谢的话 就请支持观看下去吧 今天第一副呢是要上妆前 因为妆前我想打造一个比较轻厚的妆容 所以选择了绿色的一个妆前卤 随便大家选什么牌子都好 只要选一个有颜色的就可以了 而且因为最近我的皮肤有一些泛红的状况 我也想通过这一步来修饰一下 我现在的泛红 我战士的海绵蛋本 这样子就在上粉底液之前的皮肤就会变得很清透的那种感觉 粉底液还是选择用Diorgif Diorgif我已经快要用完了 大家可以看到 最近我也在想买一些新它粉底液的分妆 然后来试一下 背景不知道下一个粉底液要买什么 因为我的海绵蛋刚刚挤完水 所以很适妆 你们现在也许觉得上了两大 但是海绵蛋铺过之后基本上就没有了 包括你们之前也想让我出一个夏天比较清爽的妆 然后这次也算是一个比较清爽的妆吧我觉得 这就是上好几妆之后的一个效果 这下还是选用的万年变的美妖莲的Fill Me 十五色 好几妆 好几妆 按着这门霞之后 我还是选择用美妆蛋轻轻的按压一下 内部视角让它的粉感看起来还不那么重 轻轻的就好 如果你很重的按压的话 我会把你刚才的这霞给开散 眉毛我看图片里 宣仪是一个比较平的眉毛 但我最近把眉毛修了稍微的调一点 所以我先试一下 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画眉毛 你就可以像这样先在底下 就是你眉毛下面这条线 先画出来一个轮廓线 来找上面这条线 一个轮廓线就很轻易的就画出来 刷子前面啊不要填出颜色了 你填出后面就好 再用刚才这霞的刷子把你的眉毛的一个轮廓弄得更清楚一点 这样子一条眉毛就画好了 顺便把这条眉毛演护起 顶座选择的是戴科的这个白摊三粉 我先补上修容跟腮红 先选择上眼妆 因为说实话 图片里我看不出来她的眼妆具体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我就凭我的感觉和她的大体的一个颜色来了 好 今天眼妆的眼影盘选择的是colourpop 所以盘日落盘 我们先用这个一个颜色来进行一下打底 我要选择这个橘色 少量多次的占去 先第一笔站在眼尾 然后往前这样子勾勒出眼窝 然后还是用刚才那个白色来占去一下 预览一下你刚才画的这个边缘 让这个边缘干净一点 让这个边缘干净一点 站去这个颜色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人鱼气色 还是从尾部开始往前大面积的晕蓝整脸皮 这种强调一下眼睛 一把小刷子站起最下面这个焦糖色 用它来画下眼睛 因为现在的眼睛其实是有一点像这样子 这样子这种 就这样子这种形状 然后我的眼睛是那种 削圆一点的你们懂意思吧 是这种形状 所以我要画成它那种形状 就是要把这里给填充一下 最后再选择用橘朵G33这个颜色 来点缀一下我的上眼中间 在上眼里呢还有一部 也是站去焦糖色 还有这个橘色 这两个颜色混合了 在你睁开眼的时候这样 稍微往上拉一点 这个是轩云那个眼妆中本来的一个特色 如果你想画日常妆的话 这一步你就可以省略了 眼线也是就是往下拉一点 然后再往上调 好 然后这里再眼头又加了一下 卧残今天呢选择要用眉笔画 像笑起来的时候呢 去勾勒一下你眼睛的这个轮廓 勾勒完之后再用一个棉签来给它用干净 像这样子卧残就比较明显 然后填充卧残呢是用橘斗加新出的 这一个叫什么 珍珠白的一个眼神胶笔 大家填充一下 刚才呢我去贴了个假睫毛 然后又去刷了一下我的下眼睫毛 刷的话就按照自己喜欢哪个睫毛感觉用的 现在就要进行脸部的步骤了 我其实觉得这个妆的话 脸部的妆会要比眼妆要重要的多 第一步呢我们先进行修容 一个大面积的修容 在这里 让我的脸看起来稍微小一点 但是要小到宣仪内容的地步啊 说实话用修容粉呢是达不到的 你可能需要去医院挨两道 这里这个面部修容啊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值得注意的 但是鼻子修鼻子的话就要很注意了 因为我感觉啊 宣仪的鼻子跟其他的鼻子 就 不是很一样 像我这种鼻子是这样子嘛 但是宣仪是中间这里是要往前 凸一点点的 先来修一下上面 这上面就还有这种刷子 像一点点修 让鼻子修得细一点 像一只鼻直到一下 他鼻头的地方呢 我选择再用一个更精细的一个刷子 来勾勒出他的鼻子的心道 他的鼻子是这样 不长一条下来的 就很直很挺 像我这个鼻子就相当于没有 从侧面看就没有 像被车碾过一样 这样你这样一条修下来的话 会让你鼻子看起来稍微的 这个中间稍微的往下 就是往前挺一点点 然后我会在这里 人中这里 这种部分就搞定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妆最难的是高光的部分 因为可以看出来 基本上脸上有好多好多高光 从远处就能 哎 就是反光 就是看这样图的时候 给我第一感觉就是 高光好多 首先呢 这里 感觉是犯 稍微蓝色一点的光了 所以我在想 所以是不是打了PK107 我没有PK107的正装 但我有PK107的小样 不是小样 是分装 这个样子 所以就 少一点PK107在内垢这里 我们再选用一个高光 来进行脸上其他部分的 主要的一个 嗯 修容了 然后今天呢 用的是这一块 这块我在微博上做过简单的 手臂试色 是来自 KP小矿 就是KA的这一个 我们用最上面这个 因为我觉得这个光啊 不是很闪 就不会很高调 不会很欧美 就很适合这种东方那种 高光那种感觉 就稍微让你一点 碰碰亮一亮 但也不会太夸张 它是一个高光修容的一个渐变 什么高光修容 它一个高光腮红的一个渐变盘 然后打在一个额头这里 能看出来啊 这个轩衣的这个妆 打光就能看出来额头下巴 鼻子就是眼颊的高光 就很明显 然后就是鼻子 鼻子这样一条打下来 你看这个高光就一条打下来 都不会很很夸张 就一下子有没有就那种 就这里就尖起来的感觉 就比刚才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因为轩衣的鼻子就是这里 是稍微尖一点的 就显得很小巧很漂亮 我选的是Sephora的 圣诞小烟弧这一盘的 这个粉粉的那么的一个颜色 现在呢能稍微看出来这边粉粉一点的 这样稍微放好一点 这边部分呢能很明显的看出来就是一个 偏红一点的一个稀柚色 是阿福精油的 就这个迪士尼公主 这个套簿里面的 这个粉色的 色后是2014 这个里面的007 这个色后 红一点的 然后加在嘴中间 这样子 这个粉色就比较接近于它那个 去贴个闪片弄一下子块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欢迎给这视频多多弹幕 多多评论 然后投币啊啥的 你们懂得这 反正就是那个一条龙 如果你喜欢UP主的话 欢迎订阅UP主的这支频道 以后UP主还会持续更新更多 有趣好玩的内容的 好啦我们下个随便再见吧 拜拜